请你 此前你给我站住 玉玉 这次你妈确实没说错 你们说的是没错 但是你们总是这样 高考否定我想选择专业 毕业插试我的就业方向 以为我的成绩考虑 让我从小学开始去住校 为了妹妹的学区户口 您就把我的户口 从您新家的户口本 签到了人才市场 现在又轮到我的婚姻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 在我人生每个重大的选择里面 彰显过你们的存在 就算尽到父母的责任了呢 可是真的有必要吗 你们离婚以后 甚至没有一次准确地 记过我的生日 不对 有过一次的 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经过我的再三提醒 你们总算记得 可是当我从南城赶回家的时候 你们都有了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只能放我个子 我现在说这些 不是要怨你们 其实你们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 只是不停地告诉我 我应该懂事 应该争气 我已经都习惯了 妈 妈 我知道你赚钱不容易 爸 你有了新家 难免会有偏颇 我就是希望 如果你们不能给我更多 那就一点都不要给 况且 我现在这个年纪已经不需要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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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哈 得 therapists 我 你 邻子 合给四清的聘礼 我爷爷很喜欢他 我也会尽我所能地照顾好四清 请你们放心 他老人家有心了 听四清说你救你爷爷一个亲人 我们改天再去拜访 我爷爷 他刚走 前身边 我爷爷 他刚走 我爷爷 他刚走 我娘 我娘 中文字幕——YK